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James 一个星期的股票的交易又在今天开始了 那么今天不错啦 马股整体而言是比较正面的 就是大多数的公司是上升的 因为我们知道最近马来西亚疫情就慢慢的缓和了下来 你可以看到今天单日确诊只是增加6709人 跟之前2万多人来比当然是已经跌了非常非常多 然后单日死亡的人数也是开始降了下来的 再加上在政府宣布可以开始夸州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乐观的情绪就笼罩在市场方面的 至少可能短期之内 我们的疫情都会保持一个比较受控的状况 那么全球方面也是一样 今天全球单日确诊是30万 9720人 全球死亡人数今天是4724个人的 马股今天KLCI 起了6.92 所在1570.82 上脏的Counter 594个下跌的有382个 那么今天 SERBAC不错 OK SERBAC母股起了11% 它的Warrant A 11.8% 然后SCIB 也母股起了6.2% 那么这两家公司当然 就是因为之前SERBAC的账目的一些遗云 就从SERBAC很夸张 2.4毛多 跌到1度 剩下3毛多的价位 所以今天大事这样起 当然很多人就去老了 OK 就去老了 这两家公司 再来就是 今天航空股也是不错 AASIA 7.6% AAX也起了23.5% 那么他们的老板 Toni 当然 也在他的社交媒体那边 post一个破文 就说熬了2年多 熬了差不多2年吧 终于等到这一天 他原下之意就说 随着夸州的这个禁令解除之后 他相信AASIA 应该在业务的营运上会有一些好转的 当然这也是真的啦 因为随着夸州被允许之后 相信国内很多班机 就可以恢复了 当然不可能恢复到之前的高峰 是会慢慢的恢复过来的 直接反映在这个航空股的股价的表现 然后CEKD也起了13.1% 这家公司我才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没想到今天继续的涨了上来 然后MyEG也起了12.2% 你可以看到国家队KWAP 也一天买进了200万股 MyEG的股票 然后油价当然最近也是使命冲 因为也是快要进入冬天了 目前在秋天 然后很多北方的国家 那些比较寒冷的地方 他们对于能源的需求 当然也是比较高 在这个时候 因为冬天的时候 大家都要保暖 对能源的需求是非常迫切的 Brand Oil今天涨到 每桶美金84.1% 冲着上来 很多分析师认为 搞不好Brand Oil可以挑战 90美金大关 非常夸张 油气股当然起着上 像Armada 7.1% Ibiscus 9.2% Sapura Energy 5% 然后今天连Brahim's 扑起了19.2% 那么Brahim's QOQ 它是亏少了一些 Opcom今天也起了2.5% 它的大股东Dato Ong 之前也一天买进了610万股 这个Opcom的股票的 好我本身 当然不停做一个选股服务 Jameson's Topic 就每个星期我会出一份 选股的报告上面用 价值投资 基本面的方法来做选股 那么截至今天 相当多的选股回酬 还是非常不错的 像Aion也起了2.7% 收到1.53% 所以最近你可以看到 EPF国家队 都有在买Aion的股票 它在一天也买进了31万股 所以之前我选Aion 它的股价8毛钱 也派了股息1.5分 这一年一个多月 也是有93%的回酬 其他公司搞不好你要等上4年 Hexstar Global今天也往上飙了8.2% 收在1块4毛6 之前我选Hexstar Befor它Bonus Issue 50.5分 也派了股息5.6分 这一年6个多月 也是有374%的回酬 其他公司可能你要等9年 瓦熊今天也起了3.4% 收在77分 瓦熊它YOY 是来了一个转亏为盈 之前我选瓦熊 它的股价39分 这11个多月也是有97%的回酬 其他公司搞不好你要等上一个4年 还有其他的选股 我这边不说了 你可以来JOY这个选股 每个星期你会得到一份选股的报告 然后上面我会用基本面投资法 这个方法就是全球很多大型的退休基金 保险公司 信托基金公司 跟很多顶级的投资家 他们那么多年在股票市场里面 非常成功运用的一个投资的方法 有人称之为投资政道 然后当中最出名的当然是大师鲍菲特 他本身取得巨大的成功 他一度是全球的首富 所以基本面投资法 就是我们去研究挂牌公司的财报 年报季报 来挑选出各方面 比较强的公司 比如说公司董事局的成员 必须是顶尖的 然后公司未来利润的潜能 必须要大 不停的成长 资产负债表必须稳健 不能像恒大这样负债累累 然后现金流当然必须要顺 他必须在他的营运当中 有办法让现金不断的流进这家公司 然后股息的派发当然也是会纳入考量的 等等等 所以要强调这个不是短期投机的一个做法 会建议至少Buy and Hold一个两年左右的时间 那么两年之后 如果全球疫情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控制 如果全球经济能够Vshake翻弹 如果这些公司未来赚更多钱的话 那其实你赚钱的机会是相当高 但你潜在的回酬也不会低 所以非常欢迎你可以来直接的E-mail我 或者WhatsApp我 我的E-mail address跟WhatsApp号码在下面的Description 还是你直接在我的Facebook PM我都非常非常欢迎 好 今天来跟大家潜聊 这一家 今年很红的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就是Euro Holdings 它的Code是Euro这一家公司 那么今天也是挺夸张的 竟然飙了20.5% 成交量也是相当巨大的 说在70.5分的价位 你看回7号的时候就是4天前 4天前它的股价才40.5分 意味着短短4天的时间 它的股价从40.5分飙到今天的70.5分 飙了一个74% OK 这是非常疯狂的 因为你要知道它最新的业绩是亏钱的一个季度 OK 亏钱的一家公司 它的股价反而4天飙了74% 这种账幅其他公司 搞不好你要等上一个4年 它竟然在短短4天就做到了 OK Euro当然也是今年的一个record 因为它之前一度是起到非常非常夸张的 那么它的市值 Market Cap是5.7亿的一家公司 最新业绩9月27号出炉 是回调 YOY回调了8% 因为其实它去年也是亏钱 那么今年是比去年亏了更多的 原因是因为今年它的cost of sales 它的销售成本 就提升跟去年来比的话 所以它今年亏更多 亏了一个479万这家公司 那么Euro它本身的业务 它是制造办公的那些家具 OK 制造办公的一些家具 然后它有做一点 property development 产业发展的 那么好 Euro这家公司 为什么这几天那么的疯狂 应该是跟它的announcement有关系 因为它最近做了一个很大很大的announcement 很大的动作 就这家公司它propose 它要从它老板 就是它的managing director Dato Sri Lim 它老板私人的控制的公司 要从它老板的公司 来购买两个properties OK 这两个properties 是在马六甲那边 所以它准备要花1.2亿 看到吗 数目是1.2亿马币 来买这个两个properties 从它的老板的公司手中 那么它是打算发行新的股票 OK 发行新的股票 来购买这两个新的properties 再加上之前 一度因为它公司需要钱 所以它的md Dato Sri Lim也借了这家公司1千万 所以当时这个1千万 是给euro来应急的 包括可能它员工的薪水 一些日常的开销等等 所以这一次连这个 他老板私下借的1千万 也要跟它settle掉 所以方法也是发行新股 那么这笔债务1千万 他们是打算发行 2230万新的股票 然后发行价是44.84分 OK 40多分 来解决这个1千万的债务 除此之外 当然它要发行新的股票 它要筹一个3千多万 因为euro现在也是需要 这个资金来做周转的 所以他们打算发行 7400万的新的股票 OK 价钱也是一样 一股是44.84分 那么这个7400万个新的股票 是它的entire share capital 9.2% 看到吗 是很大的一块 所以总共可以筹一个3千318万 OK 3千多万 他们要发行新的股票 主要是来作为它公司的working capital 运营资金 以及用来repair它的borrowings 残还掉它的一些债务的 OK 那么除此之外 它也是要给bonus warrants 就是free warrants 你只要持有两个公司的母股 它就送你一个free warrants 这就是它的大动作在最近的 那么for那两个properties 它要花1.2亿来 从它老板的公司来买进的 这两个properties 那么第一个 第一个property 它的面积是高达18万 square feet 挺大的 然后它的上面 有一个commercial building 一个贸易中心 所以这第一个property的 估值是5600万的 他们将会把这第一个property 如果收购成功的话 他们要把它做为show room for它的这个办公家具的show room 跟做为它的corporate office 这个办公室 那么第二个property 它要收购的 那个面积是19万 square feet 比第一个大多一点点 然后上面是有一个warehouse 在那边的 然后第二个property面积比较大 当然价钱就比较高 是6100万 所以这第二个property 如果收购成功的话 他们要把它变成新的工厂 来生产这个办公家具 ok 所以这两个property是他们觉得 值一个1.2亿 他们要买进来for这一家公司 那么再加上announcement 也是有宣布他们也是要做一个diversification 要多元化它的业务 因为讲到钢铁的产品 当然最近钢铁的价钱不断走高 也是非常疯狂的 所以因为钢铁的产品不断走高 当然demand也是有 那么他们就打算多元化 来做这个钢铁产品的一个trading 一个贸易和这些钢铁的产品 他们是打算多元化在这一块 来让公司的营运会比较好一点的 ok 所以这个就是他最近做的一个很大的announcement 看到吗 当然这些corporate exercise如果未来做完之后 他的股票的票数当然会大幅度的飙升上来的 ok大幅度的飙升上来 如果他未来赚钱的话earning per share 当然会有diversion 这是跑不掉的ok 那么好我们来看9月份最新的业绩 就是second quarter financial year 21年 所以其实YOY它的revenue收入是有增加的 去年是493万 来到今年是1837万 但是刚才我也说了YOY它的亏损反而是增加 因为去年LAT 税后亏损是443万 把来到今年亏了479万 原因我刚才也说了是它的cost of sales 它的销售成本今年走高了 所以没有办法 就算你的收入走高 但是你的cost of sales走到更高的话 你的亏损就会增加了 ok这一家公司 所以总的来讲 euro 当然最新的季度是亏了400多万 可是股价反而4天飘了74% 所以我觉得股价 当然这家公司波动是挺大的 所以当然会符合一些trader的口味 因为它的成交量也是不小 相信很多可能contract 还是短期的那些投机者 在这支股票里面应该是挺多这样的人的 所以风险方面 我相信大家也是心知肚明的 当然业绩展望 就是11月5日会出炉最新的业绩的 但我本身是比较有所保留 我也不懂它来临的业绩会不会break even 所以我就不方便comment太多了 当然讲的那么多还是disclaimer 最重要的是那4个字就是买卖支付 ok这4个字买卖支付是最重要的 好今天的视频分享暂时聊到这边 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视频有有用的咨询 记得把它like跟share出去 希望能够让更多人收回 也记得按订阅打开铃铛 以便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来收到新视频的通知 但最后要感谢大家抽出时间 我们再会 拜拜